欢迎继续收看美东新闻 昨天是魏塞节上千名佛教徒和僧人 在中兆瓦省马吉冷县的普洛福陀佛塔 参与了魏塞节的庆典仪式 昨天中午11点13分46秒 中兆瓦省马吉冷县普洛福陀佛塔 全国魏塞节庆典的主祭坛上的钟声 被敲响了三下 以纪念魏塞节的到来 来自国内各地的上千名佛教徒和僧人 在进行了冥想和诵经之后 虔诚地参与了本次魏塞节的庆典活动 魏塞节是纪念佛陀诞生成道和涅槃的日子 会在每年5月的满月期间举行纪念活动 当天晚上的放飞孔明灯的仪式 也是在普洛福陀的佛塔举行 为了避免发生人群聚集 活动分为两轮举办 主办方也是呼吁民众要遵守 卫生防疫规定保持距离 放飞孔明灯是魏塞节庆典的 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上千盏的空明灯 带着人们的美好期盼 许许的升空 并且照亮了漆黑的夜晚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的国家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